我大陆朋友问我 我来到台湾觉得 最不可思议 最兴奋的地方在哪 就是不用翻墙了 我可以无拘无束的上吗 我可以搜百度 我也可以搜谷歌 我可以看优酷 我也可以看YouTube 我可以上微信 但是我也可以上Line 我可以上微博 但是我也可以上推特这些 就是瞬间觉得自由了很多 没有什么禁忌 想聊什么聊什么 想说什么说什么 就是瞬间觉得 好自由 有网友提醒过了 提醒过我了 我自己也发现了 来台湾之后 真的你很少听到有司机按喇叭 之后来台湾最大反应就是 为什么大家没有陆怒症 会很着急 一直一直一直 有点点不一样 哈喽 大家吓我 先给你们解释一个事情 为什么老包背的包在前面 一方面怕占空间 有时候我坐警驭的时候 我会把包放在地上 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放在地上 或者说坐在凳子上 我自己拿着 然后为什么放前边呢 我容易爱忘事 你比如说我的GoPro 或者我的手机 或者说我的那个悠悠卡 我放这里边比较方便 可以时刻记着它 如果放在后边 或放在别的地方 我不容易忘记 然后有很多朋友提醒我 他就说在这儿呢 之前时候我去什么 马来西亚了 印尼了 土耳其了 我会背着一个小包 一方面呢 是拿东西比较方便 另外一方面是怕背墙 尤其是去印尼的时候 很多朋友提醒我 一定要背个小包放在前面 情历的时间 我连包都没有背 我害怕真的害怕背墙 然后来到台湾这一块呢 我不用担心了 我有时候很多时候 这个包忘记拿 你记得有一次在影片里边 很多台湾朋友说 你要注意啊 别东西丢了 其实我觉得来台湾那边很放心的 从来不会担心自己丢东西 我们今天又来到医院了 今天给我妈换了一些新的床单跟背罩 是不是 嗯 刚才我妈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要陪着她 她还不好意思 然后肉感擦完之后 我妈说 嗯你给我擦吧 嗯 哈哈哈 你不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吗 嗯 嗯 抱歉 哈哈哈 你看我妈今天状态 她今天有空的知道我来了 说上午没有精神 下午特别有精神 对不对 嗯 哎 你说 谢谢大家 嗯 挺不起 我妈现在就是 老想躺着睡觉 但是 我现在给她建议 就是说每天多走动一些 然后等她身体好一些了 我们就可以出去走一走 对不对 哎 但是这段时间 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妈的关心 只不过她现在身体还是比较脆弱 所以我们就 尽量不要 一定不要让别人进来 对不对 嗯 因为我妈妈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然后我今天要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 我特别感谢这个姐姐 我不知道姐姐还是哥哥啊 感谢你给我妈妈写的信 你说 我也是台湾的白血病病友 然后我说感谢什么 知道你来台湾之后 一看病房就知道你在三斤总医院 然后她说 祝福一切圆满健康 照顾好妈妈也照顾好自己 你说谢谢 谢谢 说国语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 给我妈的关心 感谢你给我妈的祈福这些 前一天还给我妈送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因为我妈现在身体 超级虚弱 这个东西我知道你对我妈真的很关心 你下次寄给我就行 然后或者说我们把这个祝福写到评论区是最好的 要不拿过来里边会占很大空间 你看今天不是收拾了半天 嗯 对吧 好 但是再一次谢谢你们哦 谢谢 对 说过语多香 我吃饭 哇 这里好绿啊 好绿啊 好绿啊 好开心 来台湾有一段时间了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今天的话题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下面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或团体 利用我跟我妈或我爸的方式去寻求你们的帮助 千万不要去理 因为这一天有很多朋友建议我的 他说有可能有人会利用你的头像 或利用你的故事 他告诉我说 我们是Jack的朋友 对吧 然后他把头像换成我跟我妈的 或者说换成我爸的 然后来求助你们 你们真的要注意一点点 还有甚至有些人 在没有经过我们允许情况下说 哎呀 Jack特别需要帮助 你能帮他转些钱吗 然后用我的名义 所以现在我告诉所有朋友 你不管在IG上了 在微信上了 在推特上了 在LINE上了 在Facebook上了 如果我没有给你开视讯 你千万不要在意这些人 所以我再一次呼吁大家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真的很关心我 也知道我来台湾之后压力很大 但是压力再大 你要确定是我本人 我不希望大家因为对我的关心被骗了 好吗 你们不觉得台湾天气好的时候 真的跟一幅画似的 到处都是这个绿绿油油的东西 太漂亮了 这个地方就适合加广告 还有有的我大陆朋友问我 我来到台湾觉得最不可思议 最兴奋的地方在哪 那我说了呀 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啊 就是不用翻墙了 我可以无拘无束的上网 我可以搜百度 我也可以搜谷歌 我可以看优酷 我也看可以看YouTube 我可以上微信 但是我也可以上Line 我可以上微博 但是我也可以上推特这些 就是瞬间觉得自由了很多 然后最近发布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然后我看到了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吧 就没有什么禁忌 想聊什么聊什么 想说什么说什么 就是瞬间觉得 好自由 好快乐 我之前我翻墙 我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就是看一些好玩的电影了 看一些我喜欢的综艺频道了 看一些我也感兴趣的事 但是你现在来这儿 来台湾之后 你突然不用翻了 你会觉得 有那么很多很多的不同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 怎么一下子就这么自由了 尤其是每天能感受到这边 无拘无处的快乐 这是我来这儿最大的变化 谢谢台湾 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的自由的空气 然后前几天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就是说你更新你的影片 因为我的影片只在YouTube上更新 他说你爸妈能看到吗 我其实那时候真想说 他如果在大陆是看不到的 但是到台湾了 他可以能看到了 只不过他现在手机上 还一直没有下载我的YouTube YouTube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网友提醒过了 提醒过我了 我自己也发现了 来台湾之后 真的你很少听到有自己按喇叭 你很少听到这种声音的 就一直想 真有人不应让路 很少 你很少听到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饶河夜市 有人摁了一次 很多人一下来就要 就要打他就要揍他 你知道吗 周围很多商户就出来了 就盯着他看 周围来台湾最大反应就是 嗯 为什么大家没有路怒症 会很着急 一直一直一直 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